和加拿大1月16号在温哥华举行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 他们将在推动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包括采取海上拦截行动来阻遏朝鲜通过走私来躲避联合国的制裁 与此同时 由于与朝鲜问题关系密切的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获得邀请 使得会议受到了质疑与批评 现在邀请我的同事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记者丽雅来谈论这些话题 欢迎丽雅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主持的这个关于朝鲜问题的这个外长会议 实际上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传出来要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么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 美国和加拿大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的 它主要的目的和要讨论的主要的议题是什么 是 这个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第一次 今天已经抵达了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 参加这个跟加拿大的外长弗里兰一起来主持这次会议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尽管是一次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博士马蒂斯也会参加今天晚上举行的一个晚宴 至于这次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呢 这个日前美国国务院的有关官员 对此做出了一个说明 我们来听一下 这次部长级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行的机制 来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持续的压力 同时表明外交选项仍然是开放与可行的 规划主任胡克他就是特别提到 就是说召开这次会议呢 实际上是要显示国际社会 致力于通过外交的途径 来这个解决朝鲜的这个核与导弹 这个项目所构成的一个威胁 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还表示 就是说这并不是一场公关活动 而是就是要讨论很多具体议题 那么其中就包括要评估 目前对朝鲜施压这个所取得的一个进展 就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对朝鲜到目前为止 所采取这种单边和多边的制裁 所取得的成效如何 还有就是今后还可能在哪些方面采取行动 那么这个胡克就特别提到 就是说美国会和他的盟友会讨论 在这个温哥华会上特别会谈到 如何加强在海上的拦截行动 就是加强所谓的海洋安全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朝鲜 他们就是特别就是感兴趣 就是说如何来拦截就是朝鲜 因为通过各种走私这种活动 来获得它发展导弹与核项目 所需要的一些这个货物 同时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还希望就是加强如何来中断 就是可能会用于朝鲜导弹 与核项目的这些资金和资源 这是这次会议所要关注的一些交代 当然他们也会讨论 这个核不扩散的重要性等等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 就是这次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会议 这个外长会议 就是说这非常引人瞩目的话 也引起了质疑和这种批评的问题 就是和这个朝鲜问题这么关系密切的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呢 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美国的官员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 对的确这个美国国务院方面做出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那么这次会议是他所邀请的国家的名单 就是基本上是基于这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这个组建的联合国军的这个参战国家的这个名单来拟定的 那么其中就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还有包括什么希腊 十几个国家 对 十七个国家一个联合国军 对吧 那所以呢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在这场战争中是和美国交战的 对立面 对立面中国所说的这个抗美援朝 那么所以就是当然中国和俄罗斯 也就是都不被参与 被邀请 这是他们这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当然这个中国方面就是批评 就是说这个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反对 就是主办由这些国家来参与的这样一个 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样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表示说 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体现一种冷战的思维 而且也会这个分裂就是国际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共识制造分裂 同时就是也损害这个国际社会目前 在朝鲜问题上所做的这些努力 那么俄罗斯方面这个反应更为强烈 非常有意思 所以首先那个俄罗斯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 在南北朝鲜现在目前正出现这个关系缓和的时候 来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实际上非常的不合时宜 那么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更是表示就是说 你看中国和俄罗斯不被邀请 而其他的国家跟这个朝鲜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像什么希腊呀 什么这个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参与会有什么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有关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说谎 那美国国务院怎么说呢 这个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这个国务次卿 哥德斯坦也是在同一个发布会上 就多次被问到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参加这次会议 那么他就解释说 这个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 使美国和加拿大一起做出一个决定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 但会议一结束 他们将被告知会议的结果 最值得指出的是 中国与俄罗斯强烈支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都一致认为 朝鲜必须为朝鲜半岛的乌合化提供一个蓝图 对 他就说 实际上他并不明确说 中国和俄罗斯是支持美国和加拿大主持这样的结果 但是他的意思说 实际上对于这次会议的目的 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也是支持 就是实际上最终是要求朝鲜实行 朝鲜半岛的乌合化 为朝鲜半岛的乌合化提供一个蓝图 那么对 所以这个同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批评以外 实际上媒体也对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做法提出一些质疑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在如何强化对朝鲜制裁这个问题上 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 如果说不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很有效的来对朝鲜施压 好的 谢谢丽雅 感谢记者丽雅的报道